捂着脸放声痛哭 心碎到双腿发软 路都走不了 她是陈瑞杰的父亲 哭得伤心欲绝 因为再也见不到 自己的宝贝儿子 拿着骄傲的奖杯 对着镜头自信地笑 她是悲难国中 一年级生的陈瑞杰 才跟着学校到韩国 参加柔道比赛 得了铜牌荣誉归国 但却在最后回程之路 搭上死亡的普悠马列车 对 她是从国小 就开始练柔道了这样 她平常表现怎么样 表现的功课都很好啊 柔道也不错啊 陈瑞杰的爸妈哭到双眼红肿 心碎的翻着儿子 刚从韩国带回来的行李 贴心的陈瑞杰 紫色的行李箱里 还放着要带回国 给爸妈的礼物 但却没办法亲手送给爸妈 这个应该是要送给妈妈的礼物 这趟旅程都被记录了下来 但翻车意外当时 她就身在破坏最严重的 第八节车厢内 罹难当下眼睛还是睁开的 年纪轻轻却碰上死结的 还有陈佑珍 才开心跟同学穿韩服 美美合照 没想到却成了最后回忆 我边工作赶快放下来 从台东赶上来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是直接就是到意外现场吗 还是说直接来医院吗 没有直接来认识 被乃国中师生到韩国参访 号称台东县小巨炮的王宇飞 也在其中 第一次出国的她还很兴奋 回国后搭上这班时速列车 造成她肺部挫伤 还有血痰的状况 目前插管治疗在博爱医院 加湖病房观察中 浦尤玛列车意外翻覆 一个中学 好几个家庭都发生了悲剧故事 令人不声唏嘘 记者林医生刘一璇已然报道